接着有一样不扭板,我叫花板,这个是最触目的,做什么呢?就是不准弄坏的,先看过先,我们见到这条就是那条横条,这条横条,这条就是我们说的那条船,船上面就有一块摆芽的, 伸出来的时候,这一字不是很容易被风吹雨凸的,于是乎它就会在这条板,遮住它,遮住这条横条,遮住这条船,但是你要拿着研某出来,于是乎就做一条很长的剑托去,我们叫做剑仔,或叫做剑角,做什么呢?托着牙的,当日久了,如果这条横条烂了,换了不是很大件事啊? 整套都拆了,如果要全烂了某大件事啊?有的,但是这块板烂了怎么办啊?换了一块咯,这条烂了怎么办啊?拔出来插那条,不容易点那么多,所以就有个研某板,研某板就这样来的,这个,我们叫做剑角,这个研某板,好了,我们看一张图,我们见到,这条就是我们的横条,横条, 这条呢,就是在那里的船,船上面是铺牙的嘛,铺牙的,是的,那这些瓦片呢,这条就是剑角,不是剑的,插下去切切的的,做什么呢?就是用来托着这一排的牙,这一排的牙,好了,那这一块呢,就是我们讲的研某板了,如果这块研某板烂了,没有这块,不用这一点啊,不用这一点啊,不用这一点啊, 拔出来插下去,那这个就是这样用的,研某板,研某板很漂亮的,两样东西了,我们讲的那些穿铛量托了,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呢,这条横梁,这条直柱,中间有个位的嘛,这个位通常我们会加一块东西上去,这个叫做穿铛,加一块东西有什么呢?第一,望来梦寡,第二呢,原来这条柱,由这儿到这儿是那么阔的嘛,现在加了就得到这儿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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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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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量度和穿体其实是差不多两个东西,穿体是薄一点大一点,量度是厚一点小一点的 这个是重量等公尺,跟着最麻烦的是斗拱,不看中文字了,不经常看到这样的 那我怎样看这个斗拱呢?慢慢来看这个柱,第一件事这个就叫做做斗,做斗是有四个字的,打横和打碟的 跟着这个就叫做升,升是一行而已,一个升,经常说升斗,升斗就是这样的 因为斗是大个升的,所以斗比较重一点,跟着这样这个就叫拱,拱啊,跟着这个叫鹅明 这样就叫拱,这样就叫鹅,都是那个东西的,因为有些就打完打碟的 最后一样,这一条叫桥,这一条叫桥,我经常说斗拱就是什么东西 斗星拱拱拱王,五样东西,我们见到有时我们不用组体,有一条斗墨在这里 这就是什么,就叫做撑拱,撑拱,这个,跟着牛腿,牛腿和组体一样东西 但是记住一样东西,牛腿是托着个鹽某的,这个不是鹽某啊,鹽某来的嘛 穿鱼是托着横或者一梁的,所以我们叫这个就叫做什么,牛腿 牛腿啊,这个呢,这个有捺就叫做撑拱,没有捺的就叫牛腿,托着前的 托着横梁那些呢,就叫做花牙子,或者叫做穿鱼,室外叫做花牙子 花牙子,有空去擂南之峰,知不知道哪里啊,美夫行 sabe vielleicht去 dingkal,然后格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见到 又是豆虎,又是这一个陀 위에 clock,怎么捺这块东西呢,整块东西就叫做格架 不用勞气,整个叫格格,常常见的,庙、池堂就见了,一组叫格格,这个就是了 好了,屋顶讲完了,梁处讲完了,就讲台了,台和台基,记住一件事 这个是台,这个不是台,是讲台基上面那一件什么叫台的 第一件事,这个是什么,屁下,这个就是台基的基身,台基的基身 这个就是台基,台基在台的上面,楼就在上面,既然有台基,因为高,似乎有栏河 为什么,怕人跌下去,栏杆,栏杆有栏的,长是没有栏的,记住这件事 这个我们叫什么,栏杆,栏杆有栏的,你上台基上面有条路,这个叫台阶 今天我们上了堂了,学习东西了,我们的成绩就上台阶了,做得好的,上台了 做得不好的,被人踢到台了,说自己不好,反正被人赶,自己问一下台阶 这个就叫台阶,就是这个了,台阶,烂就先说了,因为是避免人跌下去的 很多种的,这种一个箭就叫停式栏杆,栏杆很多种的 这种坐在这儿的就叫靠背栏杆,为什么安安的,因为那时候 女士不外出街,整天在花园走,在花园时她是坐在这儿坐的 这样就占被那些美女坐的,所以这叫什么,叫美人靠 男士怎么坐的,男士坐在这儿,抹着脚的,这样坐,女士就坐在这儿 所以这种就叫美人靠,一个叫靠背栏杆,长,一定要讲,长很多种 因为我赶着晚上收工,讲快点,长,长有内长,外长分的,不同 譬如这家屋,这个是什么顶,硬山顶,没错了,看到了,这某什么墙呢 因为这个屋顶有一个山这样的,所以这某墙叫山墙,山墙这么高 会跌下来,这一条东西,这条像什么,烟通,水口,不是,叫扶壁柱 扶着上壁,不让它跌出来的,扶壁柱,扶壁柱 这个山墙呢,这个山墙呢,这个是什么墙呢,浪墙,里面有走廊,浪墙 然后呢,这个山很尖的,这个我们有什么叫山尖,山尖,山尖 外面有一条柱,这条石柱不是到顶的,转角位,到这里而已 这条叫做角柱石,好了,角柱干什么呢,就是说减轻了重量 因为那顶很重的,如果只是用砖,到顶会很难的 于是家有柱,磅磅磅它,只是柱这么多不够,于是打横有条的 这条叫什么,硬面石,硬面石了,然后呢,地下了,因为地下呢,有时候会用水浸的嘛 如果用砖做地做呢,砖浸浸浸浸就会了,湿水会烂,那些浆会烂 石头可以不可以,石头可以了,所以叫做石脚,石脚,这个是墙 好了,还有这一块,这一块呢,我们也有个名叫刺头,记不记得了? 记得了?看书呢,有,看书呢,好了,墙的种了,这墙墙,记住这名字啊 刚才看在旁边,现在正面了,这墙墙呢,由地下,去到盐口,封住了 那叫做丰户盐墙,那这这墙墙呢,就贴着个大门的,这就叫什么?叫门墙 是吧?门,如果不是上到顶,但看到那些肯跳呢,就叫盐墙 看不到叫丰户盐墙,这个门墙,就这样解了,好了,跟着说门和户了 因为说中小建筑,是有很多间建筑不同的嘛,间间都有门口的,数一下 家里有多少门口?大门,厨房门,小的门,我住的门,我儿子住的门,有很多门 没人没门的,所以门就起了什么呢?打开和你聊天,三门又不理你,一定有门,门有很多东西了 门口分了两大类,一是叫区域门,进了门口就到了我这个区域,那区域门,例如牌坊 去过牌坊是什么?这个是玄学院,进了牌坊就到了玄学院里面,这个范围,所以叫区域门,区域门 我们到这个地方,这里门,什么门?都说区域门,进了这里,里面是崇深远 去那个地方是什么?黄大仙,通常有人去的,为什么?动物派在这里2元,个个都不给2元,所以没人进的 这个门呢?这个门就叫区域门,这个门就叫洞门,即是妈妈、女人,不是女人都叫妈妈 另外为什么?这个就是区域门,进了去就是这个花园的,那叫区域门 为什么叫屋域门?进了门口就到我家屋,到我家房,那叫屋域门 进了门口,我去到祠堂,这种叫屋域门,明白?屋域门 这个我叫三间开一,一间,两间,三间,开一个门口而已 在深圳五间开一,五间开三,去到北京故宫是九间开五的 皇帝那间十一间开三的,越间越大就越有气派 所以记得一间走开,三间就有空来坐,这样的意思 就是那个所谓叫做门多互对意思 这些呢,这些叫门,但是通常有分的,双向就是门,单开为户 有个说,对着街的就是门,室内的就叫户,所以说我说话不要信了 门户之见而已,很浅薄而已,就这样来了,门,向外就是门,双向就是门 家的,单向的,里面的就叫户,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我们厨房应该叫厨房户,但是没人叫厨房户 其实那只叫户而已,这个是大府邸,梅兰谷竹,梅兰谷,这个是户 那门呢,其实刚刚刚讲的还有一个,很多装饰的,门钉 为什麽门钉,因为那门很厚的嘛,于是我们没有可能找一个 那麽大桌的门,一定很多发板夹起来的嘛 夹起来的,面头发板最薄的,连起来的 夹起来的时候呢,就用一些螺丝,用一些铁,将它窝在一起 窝在一起,那就不漂亮的,于是在上面加了一粒,包住它 这个叫做门钉,门钉了,门钉,门钉的规格的 最多横九直九,一二三五十九,直九啊,九八十一 记住这个是香港,没人理你,在北湖的是八十一 有些是七九六十三,有些是六九五十四,有些是七七十四十九 根据你的品位,你的官职多大,就有几粒钉 我们讲到的时候,找你不到,尤其是门钉,为什麽呢? 三角团就门钉,那叫门钉就是道访不遇,就是这样的 这个就叫门钉,拉门,敲门,所以门钉的波小,门钉的质地 门钉的大小,门钉的质地都是属于品位的,所以我经常说 门当户对,没有一件事叫门当,没有一件事叫户对 五件事合在一起,这叫门当户对的意思了 好了,另一个我们见到门钉,门钉就是将这道门框和门的门钉 将它迫在一起,门钉的门钉,门钉是一个规格来的 北京那些皇帝,皇宫那些是四粒,这两粒,两粒,这个门钉 你家里有没有门钉?没有,有空别来坐,就是这样的 另外一个门钉石,门钉是门钉下面那个钉,门钉是上面那个钉 所以门钉,门钉石,如果有些大富大鬼人 上面有个石鼓,有个狮子,这些都是属于门的品位 门口多高,门口多大,通通都有规定的,这个就是门 说门就讲门,门很重要的,所谓钉光蜜风颜钉那种 其实就先讲gar России,这叫植灵枪 直错看见门的是尖,尖原因 第一,这些太阳光线盖的时候 光线会随着角度不同,比较亮很多,凉很多,外面是尖的 那又怎样呢?后面是平的,后面是什么平呢? 因为在旧时不是用玻璃的,粘一些纸,看雨柴片 捶窿,捶穿它,有钱的那些就粘块,背壳轮片 一定要平的,不平就粘不了,那一定要尖,除了让光线不同的路之外 你装画是不是黄面?黄面的嘛,于是就是这样的意思 这种叫植灵枪,现在还叫满洲枪,满洲枪在南方最多 全部是彩色玻璃的,太阳接下来很漂亮的,这个是清算满洲枪 你想看满洲枪最漂亮的地方呢?香港的小国物馆二楼 旧时那里是旧时云天酒家,云天酒家那些东西在那里,很漂亮 这个满洲枪,为什麽呢?这个满洲枪是在那里的 枪是打直的,你不是见到一个打横的吗?这个是枪,你不要叫做梳那 为什麽呢?当我们进去,如果我们这里是门来的嘛 如果我们由这个底去到那麽高,这里门不是很大只吗?是不是很浪费了吗?是不是很老重屁吗? 第二呢,当你做好上顶,是不是不通气啊?不透光啊?于是乎,把这个枪打横的 这个枪是不能开的,一定是梳那的,那我就打横的枪,叫什麽呢?就叫横风枪 或者叫横披枪,一定有的喔,有的,这些横披枪啦,主要做什麽呢? 就是采光,烹气,切省材料而已而已啊,好了,室外的 公园呢?就是这个洞窗,洞窗啊,洞窗就是,主要是什麽呢?通过这个景 去看到外面那个风景而已,洞窗啊,洞窗,有一次我就去到这个九龙宅公园 那九龙宅公园有些当住落地的导水员的嘛,哇,那个大戏很厉害的 我们九龙宅公园有67个武枪花的枪,我什麽叫武枪花的枪呢? 有812几个有枪花的枪,原来就是说武枪花的枪,就是说洞窗 有枪花的枪呢?就是说流枪,其实通过这个景,借这个景去拿出的景,是靚点的 那每一个枪花都有不同的形状,譬如海塘,这些,流枪啊,这样 那如果这些是这样呢?这个是什麽枪啊?那我叫什麽? 习錦枪,什么都有的嘛,习錦枪啊,不懂的习錦,习錦枪,一个个就叫流枪 又很枪花的枪,我说话,这些叫流枪啊,好了,想起来叫隔断,隔断啊,什麽叫隔断呢? 在室内空间,就说这个很装饰正强的,但是呢,要隔开它,但是又不可以隔,但是又可以隔 那很抽象,就是隔而不断的意思,是这样的意思啊,譬如我看看这个 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在这里面,外面是不是公园啊?那这里就隔着我们啊? 如果我弄个门可以吗?可以,但是美不美啊?不美,于是呢,我弄个花牙齿在这里,这个花牙齿呢,我就叫隔断 你好自然看到,过着一条街就是外面的了,我们不要过了,那这些都叫隔断,隔断啊,这些叫隔断啊,这些,好了 跟着,讲完了,讲一些进了,讲进了,那通常呢,我们在香港,或者在华南,或者中国那里呢 在那些祠堂是一进,两进,三进,一进比一进高,为什麽呢?一进高就说高是代表什么?尊敬 经常说上有高堂,听见了吗?没有说上有低堂嘛,爸爸妈妈在上面,上有高堂 或者说高堂满座,没有说低堂满座,高是代表尊重,不是步步高升,而是尊重啊 你回到内地的导致说,我们走几级日就步步高升了,那骂他呀,骂他呀,没错啊,这个 那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这个呢,站在那地方一进,这个呢,就是二进,一进 一进之间是不是有几十级的?是啦,中间这个呢,就是我们叫前院,或者叫前庭呢 庭,家里的庭叫什麽庭呀?家庭啦,皇帝的庭叫什麽庭呀?皇庭啦,是很简单的,想回答我而已,很容易的嘛,这个啦 好了,这条涌道呢,就是给那些长辈,那些大官贵人,煲了毫地煎的走下去的 那这个涌道,这个,一进二进啦,好了,平时呢,我们见到,有个党中不开的喔,为什麽呢? 因为不想一眼被人看到祖先,或者保鲜城是不断望,很光猛的嘛,很残眼的嘛,于是乎呢,通常关上 那什麽社会打开呢?就叫做大开中门啦,我们见到,这个二进,里面这个是三进 这个呢,就是后庭,或者后院,这个呢,就叫做党中,党中意思是什麽呢? 第一,当我们要拜祖先,我们去见那些人之前呢,我们去到地方,停一停,做什麽呢? 第一,腾痛传,第二,不用通传也好啦,你都要梳下头发,挖下沙尾,抹抹那些泡,整足衣冠进去的嘛 这个就是一个,第二个,因为我们要不进去,我们怎麽呢?我们会走左手边,兜个圈 不就觉得这家屋不是那麽大的啊,我们走多几个圈,就觉得这家屋违禁很强啊,很强啊 第三个,那时候,为什麽会说,祠堂那些女侍人进去呢? 我就记得那里门槛嘛,第一,我们来挡杀,第二,我们来挡垃圾,我们住在屋邨啊,明天不是打个铁杂的, 因为扮在那里,扮在那里,扮在那里做什麽的?我们挡垃圾的,你不挡在那里,外面拜神啊,整屋都是香浩灰啊 好了,那我们进去的时候,不是要拉过去啊?那我们男侍人呢,摸在那里,扮在那里的长衫, 就像同祖星哥的谷那样,一扮,里面有条裤子的嘛,女侍一扮裙子里面有条裤子吗?没有的啊,没有的嘛,所以不要看信呢, 在某种情愿下,女侍不入适当,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原因,除了男侦里面之外,这个都是原因啦,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二准三准啦, 好了,这个是我来的,当然是我来的,好了,好了,好了,那这个呢,就不是党中的啊,这个就叫泰斯壁,党中呢,是没有任何东西的, 是没有任何东西的,进去的,但是这个你要放在桌子的嘛,好了,当我来探的时候呢,我就会坐在那里,和他聊天, 聊天,聊天,咦,自己人来的啊,于似乎呢,我们又会怎样呢,进去,进去这个内堂啦,内堂啦,啊,这样去啦, 那我相信呢,这块是他的太斯壁,这个就是这个呢,这个就是堂,这个是我们的堂,这个呢,里面就是个室, 所谓登堂,入室,啊,你好听话,就去我家教你啦,叫他,入室弟子,那我,我坐在那里, 因为我右手边啊,那记住啊,明天如果我们草媳妇,嫁女,啊老爷一定坐在那里的,左, 望着我,哪里左啊,这边左,男左,女右,明天你嫁娶,办事千奇,不要奶奶坐在那里啊, 老爷坐在那里,老爷坐在那里,奶坐在那里,好了,当人问我时候,我们怎样呢, 这个是他坐的,这个是什么呢,我们叫做虚伪以待,虚伪以待啦,好了, 你们到,这个是重要人物来的嘛,没有能力得过你的,没有能力得过我右手边的, 什么呀,无出其由,这是不是右手啊,这边右手啊,即是说呢, 现在,找我,我让他坐,这个人很厉害,很厉害的,不好人代替他啊, 那怎么办,无出其由,知道吗,知不知道啊,知不知道啊, 知不知道啊,大朋友,我们静我个人了, 所以这些诚意都很有关系的,有关系啊,这个就知道了,无出其由, 好了,挺,挺又怎样,很简单,有顶没墙,有门没墙, 这个,挺啦,赞尖的,这个,妈挺啦,又得挺啦,妈挺都是挺来的啊, 特点就是怎样,有顶没墙,没门没墙,是啦,这个是不是挺啊, 是不是啊,是,长庭十里啊,啊,长庭折楼是什么啊,这个长庭, 总之,不管他什么是顶,总之,下面没门没墙,就叫挺啦,挺啦, 有一个挺好美,很有趣的啊,见过没呢,这边是圆的,是吧, 这边是三角的,见过什么啊,没见过,在哪里啊,北京,不是,香港,九龙, 黄大仙,黄大仙池,重心远,里面,哦,去过什么啊, 哎,真是,平时去黄大仙,去拜神,增头处香,是吧,这个, 好了,最后,浪,浪有两种,一种就叫什么,叫做游浪, 游浪就是说,两边是没有墙的,由这个货室,去那个货室的, 通常这些货室就是浪,两边都没有,叫双面空浪,中间是墙墙啊, 但是左上右下的,就叫什么,就叫腹墙,这些叫浪, 好了,这个呢,由一进去到二进,这条通道呢,就叫浪, 但我们要加什么啊,加个浪墓,浪墓啊,浪墓了, 所以就变成双房了,浪墓了,这个就是浪墓,OK啦, 好了,这个,是不是狗浪来的,这个呢,就叫浪墓,就是这样的, 好了,塔,塔,一定有个顶的,这个叫做塔杀,这个叫塔杀一定有的, 唯一香港的一个塔,没有的那里呢,就是序星流,为什麽呢, 因为五层或七层,打风,塌了,塌了两次,结果, 风水都说不要弄塔杀了,弄一个的站尖,这个站尖叫做, 就叫做罗星守水,因为呢,平山这个序星流以前是一个河来的嘛, 守住了水,罗什么星啊,罗了天上的北斗星,紫未换星来, 守着水都叫做序星流,就是这样的,所以香港唯一一个, 没有塔杀的一个塔,对了,好了,讲了,这个, 什麽叫扁压,压就是高的,压头那麽意思, 打环我的打场叫做扁压,龙津,打场的,好了,扁压很多种的, 这种呢,就叫做手卷压,好像一张尺那样摊开的, 这一对呢,就都是对卵来的,就是一棵粥,破在两边的, 那叫做尺分卵,去过了,大富帝,不知什麽来的, 下次带着帮她,这个叫做手卷压,这个叫做尺分卵,很开心啊, 记住啊,好了,到次结束,有什么错漏的, 只剩下,好,谢谢各位,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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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谢谢,谢谢,谢谢,好,